就是他肚子一下子胀大了 然后就是觉得他肚子比以前大了很多 医生就给他做检查嘛 他怀疑就是传服 传服全称叫做猫传染性附膜炎 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非常高 小蒋说经过更深入的检查后 猫确诊是得了传服 做检查的是嘉文宠医院杭州上沙路分院的一位朱医生 对方说有一种编号为GS441的特效药可以治疗 当时是想问医院买药的 但是医院他是不卖这个药的 然后我就问医生 我说那你们这边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什么药 我还是比较相信医生的 然后他就直接帮我联系了 然后跟我说了这个药的价格 问我可不可以接受 这三千块钱一瓶嘛 说这个药比较贵 但是他打下去的话猫不会痛 皮肤也不会烂 小蒋说这就是猪医生给他找的药 叫黄芪多糖注射液 包装上有GS441的字样 因为着急给猫治病 他前后一共买了七瓶 花了两万多 大概打了一个月多十天 发现就是重新给他检查指标复查 没有任何的好转 小蒋表示 之后嘉文宠医院的另一位医生接诊后告诉他 之前有一位客户的猫得了同样的病 这位客户在网上买了另一款编号为GS-441524的药 把猫治好了 小蒋联系上那位客户后 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 以450块钱一瓶的价格买了那款药 注射治疗后 猫的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好了 现在小蒋想知道的是 当初猪医生为什么不给他推荐效果更好 更便宜的这款药 而让他白花了两万多块钱呢 在这个上面我是看到了 它写的浓度是15毫克每毫升 但是我在这个上面包装上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标明 在说明书上发现 就是它是10毫克每毫升 找到嘉文宠医院杭州上沙路分院 朱医生不在 电话也没有接 一位客服部的王经理表示 这件事情由他来处理 这个药应该是属于这种有批号的 就是属于是真药 只不过是浓度可能低一些 一般市场上这个药价格其实参差不齐 然后有贵的有便宜的 一般这种便宜的话 像四五百五六百甚至七八百 这些都肯定都是没有批号的 如果没有批号的话 其实在咱们中国来说的话 那就是假药 对这个肯定是我们医院 肯定是不能去做这种 去让顾客用假药这种事情 他说用的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对因为它的浓度 浓度确实是跟那些 没有批号的药来说的话 确实是稍微要低一些的 这个浓度这么高 然后也有可能对宠物 造成危险 小奖买的两种药中 三千块钱一瓶的药 相关信息齐全 而四百五十块钱一瓶的药 没有包装 也没有中文说明 王经理说 没有批号的药 安全得不到保障 直接用到宠物身上 产生副作用的可能性 也很大 朱医生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展示停党了 根据这件事情的处理的结果 肯定还有后续的一些处理 从你们医院的规章制作来说 因为我们想想 就是朱医生给他开这个药 那确实也是开的有批号的 作为医院来讲 也只能给他开个批号 不可能给他开没有批号的 你们认为朱医生他错在哪里 首先本身朱医生的话 他肯定是不能说是 自己私下去联系买药的这个 因为我们宠物院所有的药 都是通过正规渠道 正规的供应商 然后去买的 他自己这么私下去联系的话 肯定是不符合标准的 那你们就是要治疗 这个传服这个病的话 你们自己有供应商 可以提供出类似的药吗 我们自己肯定是没有 因为这个传服 本身这个传服的这个 有批号的药价格太高了 所以的话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大多数情况 都是建议顾客自己去买 王经理表示 他们会跟朱医生协商 看能不能帮小蒋 退一部分钱回来 小蒋愿意再等等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